天气变得好冷 黄毛猩猩咪咪身上自备柔毛大衣还不够 紧紧抓住原方给的小贝贝 黄头上这么一盖 双手这么一交叠 摆出一副优雅贵妇模样 寒风中也要顾形象 我们在台北的动物园没看过 还是已经习惯了 因为这边高雄比较不容易那么冷 可爱就看到还蛮舒服 应该还不错吧 头上一条手上还抓一条 郁寒小贝贝让咪咪爱不释手 海流发威高雄气温难得跌破十多度 高雄寿山动物园帮袋鼠们搭建防风小屋遇寒 整排象龟更是通通挤在烤灯下取暖 加上塑胶布挡风舒服到不想离开 因为其实在我们南部 比较少遇到像这样子的低温 我们会帮他们补强的 他们那个保温灯的部分 在展场有一些隔间或者一些潮箱 或者是一些可以躲避的一些的洞穴之类的 可爱水豚躲进室内还是觉得冷 两只钉在烤灯下动也不想动 还有生长在雅热带的树篮 更是整只挂在烤灯底下 全台因来今年入冬以来的低温 花莲兆风农场也帮动物们做好防寒准备 不止低温还加上下雨 湿湿冷冷的台北木炸动物园 黄毛猩猩缩在洞穴里避风 台湾猕猴不甩原方准备的预寒麻布袋 不怕冷的跑出来群聚 就怕温度恐怕继续下降 全台动物园都做好万全准备 要帮动物们渡过寒流 美式定文综合报道